明天NCW新赛季正式开打 由最强白人高中生 二四届全美第一 二五年的准状元 美国之子Coopers Flag领军的杜克 将会对上缅英大学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杜克大学碾压缅英 应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而他们最终能以什么样的战绩 拿到全美冠军 哪只NBA球队将有机会得到Coopers 才是有讨论空间的话题 当然现在常规赛开机六战全赋的犹他爵士 看起来是拿到状元签的热门人选 大家好 我是Terry 就在过去的这个星期 Coopers刚刚和加德勒又签下了一份 价值不菲的肖像权合约 让他的整体商业价值来到260万美金 在所有学生运动员中排名第五 在他前面的均为大学生运动员 而Coopers实际上来说 明天才会正式开启大学赛季 他还未满18岁 Coopers在去年夏天的EY表中暴肿 场均砍下25.5分 13篮板 5.7助攻 6.9封盖 1.4强断之后 便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从25届跳级到24届 仍然可以独占凹头 率领名校Mountward 以全胜战绩拿到全美冠军 更在今年夏天的每一次亮相中 都搅出了相当震撼的表现 甚至有人认为 他的热度要高过当年胖虎 那个杜克赛季的程度 理所当然的 人们也自然期待 Coopers可以率领杜克封森夺冠 这也是当年胖虎那只杜克 没有做到的事情 对于杜克少帅江十二来说 夺冠虽然是目标 但路上肯定会有不少 意想不到的阻碍 有些人为可以控制 有些则只能听天由命 他更关心的是 球队里每名球员 是不是每天可以变得更好 还有在他的执掌之下 杜克是否每年都能保持顶级战力 而在招募这个部分 江十二确实可以被称作 新一代的招募帝 目前马上要迎来新赛季的 这支杜克阵容中 包括库贝尔在内 有24届的4名5星高中生 和2名4星高中生 而江十二对于25届的招募 也领先于全美 过去的几个星期 陆续承诺杜克的 除了包括Buzzer兄弟 顶级5星前锋KanBuzzer 和ESPN5星空位KatanBuzzer之外 还有两位统界的好手 而24届体育5星暴力侧业 Sherton Henderson 和25届4星射手Nicholas Cominion 而接下来还有整整10个月时间 留给江十二去继续招募 不出意外的话 至少还会有2-3位 4五星高中生 承诺杜克大学 一所拥有领先one-down 项目的大学 之所以能维持生育 确保每年都有 顶级天赋的球员加入 是重中之重 而对于一名天才的招募 则需要常年累月努力的 毕竟肯塔基 康大 堪萨斯这些学校 也各有优势 七八所顶级名校区 争夺一名天才的事情 常常会发生 而江十二现在 甚至已经将目光 放在了后年才高中毕业的 26届球员身上 上个周末 26届排名前二的选手 顶级五星空位 Brandon McCoy Jr.就正式造访了杜克 这位全能后卫在球场上 不仅具有身材优势 还攻守平衡 更在夏天的中国行 单挑打爆网红街球手柯染 回到美国之后 Brandon McCoy剪掉了标志性的爆炸头 整体造型显得更加犀利 和Brandon McCoy一同造访杜克的 还有26届的五星双能位 叫单Smith Jr. 这位体格健壮的选手 拥有出自的冲框 中投篮板球和防守能力 目前在ESPN上排名通界第六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